小妖新婚第二天,得知了香柳的死讯,万剑川芯,化作血水,所到之处,草木皆亡,连土都变得焦黑,到后来,竟然整个海岛都再无一个活物。 小妖听到这个消息后,如同利刃川芯,双耳轰鸣,胸口疼痛欲裂,她脸色泛白,身子不停地打哆嗦。 她喃喃说了这样的一句话,我没事,我早有心理准备,刚认识她时,我就知道有这一日,我一直知道,小妖真的对香柳毫不动心吗? 她从一开始就动了心,只是一开始就料定了香柳的结局,于是,她把一次次的动心死死捂住,隐秘到一个不见天日的角落里。 她从小看见了外祖母和母亲为情落了怎样凄惨的结局,她作为后辈,为这些受尽了苦楚。 她吃的苦太多了,这辈子也不想再吃这情爱之苦。 香柳死后,小妖做了三件事,大婚第二夜,不入洞房,痛哭到天亮。 大婚第一夜,小妖和屠山景没有入洞房。 大婚第二夜,小妖因为得知了香柳的死讯,直勾勾地盯着帐顶,然后起身坐到外面的御街前,看着月亮,想香柳,她和香柳也有过那么温柔的时刻。 两个人曾经拉着手,曾经并着肩看月亮,她开始急急忙忙找星星镜,发现那两段记忆没有了,她一下子慌了,不肯相信,一遍一遍地探查,不知道寻找了多少遍,可依旧什么都没有。 她不可置信,先是流泪,然后喷涌出无限的恨意,将镜子狠狠砸出去,一串串泪珠潸然落下。 她开始回忆香柳的一切,在清水阵时,她是闻小六,她是香柳,虽然总是针锋相对,她却会在受伤时,藏到她的屋子疗伤,她也会不知不觉,把从未对人提起的不堪过去讲给她听。 在轩辕城时,她是浪荡子防风被,温柔体贴,玩世不恭,却认认真真,一丝不苟地传授了她十几年建树。 在海底沉睡了三十七年时,他们曾夜夜相伴,那大概是向柳最温和的时候,没有利用交易,没有针锋相对,有的只是一个带着另一个在海底徜徉,一个偶尔说几句话,一个永远的沉默。 在赤水婚礼上,她来抢婚,要她履行承诺,还问锦要了三十七年的粮草,她付出的代价不过是失去一个虚假的身份,她却名誉尽毁。 最后一次见面,是因为风龙的死,在两人曾一起游玩过的葫芦湖上,她想射杀她,她利用锦的死,煽动她为锦报仇。 那一夜,她几乎要尽了她全身的血,只是为了储备一点疗伤的药丸。 她恨她冷酷,发誓永不相见。 她后悔最后一面对着香柳说了那样狠的话,不管她怎么冷酷无情,她都不想说那些话。 她就那样无助地哭到了天亮。 小妖真的不爱香柳吗? 不爱为什么会恨,为什么会悔,为什么会痛,为什么会哭,为什么会不舍,拼命想要留住点什么? 去香柳曾说过的小岛定居。 香柳什么都不肯给她留下,可是小妖明知道香柳的决绝,还是拼命想要记住香柳。 她哭到天亮后,决定离开,到海上去,去香柳曾经给她说过的那些美丽小岛。 她最想跟谁相伴? 她拼命不想说出口的答案,在这一刻招然若揭,香柳曾经给她描绘的一切,早已经是她内心深处最好的向往。 如果没有红江,那江是香柳最期盼的归宿。 而小妖在历经千番之后,最想去的地方便是香柳最期盼的归宿。 她最后还带走了佐尔,那个她和防风备在生死场救赎过的奴隶。 佐尔说,我会帮她保护你。 佐尔和香柳一样,恩怨分明,在佐尔心中,被有恩于她。 她肯定想着,一旦有了机会就要报恩,可被死了,她就把谦卑的都算到了她身上。 香柳死了,可是香柳救赎过的佐尔却会永远陪在小妖身边,保护她。 佐尔问,你会想念她吗? 小妖轻轻叹了口气,没有回答。 佐尔非常固执,盯着小妖,又问了一遍,她不在了。 你会想念她吗? 小妖道,会,左耳笑了,对小妖说,她会很开心。 长相思,到底是谁的长相思? 从来不是小妖和屠山井的长相思,是小妖和香柳的长相思。 对着大肚娃娃,第一次展颜而笑。 小妖打算离开之后,开始收拾行囊。 所有珍贵的礼物,都不能让她展颜而笑。 自从知道了香柳的死讯,她再也没有笑过。 可当她看到了阿碧送来的那个大肚娃娃,大肚笑娃娃没什么实际用处,但小妖觉得可爱,捧在手里越看越喜欢。 大大的脑袋,大大的肚子,穿着个石榴图的肚兜,咧着小嘴,笑得憨态可居,小妖忍不住也对着她笑起来。 没有谁比香柳更了解小妖,更懂得如何让小妖高兴了。 只有她,触及到了小妖最真实的灵魂。 很多人曾经讨论过了解与爱的话题,到底是一个男人爱你重要还是一个男人了解你重要? 最了解小妖的从来不是图山景,甚至于小妖最痛苦不堪的过往是没有告诉过图山景的。 可是,她全部告诉了香柳。 她把自己无力自保,无人可依,无处可去,这些内心深处最渴求的东西,只告诉了香柳。 而也只有香柳真正理解了她,并且为了让她一生无忧,数次丧命,流尽鲜血。 枪炫为了小妖做过什么吗? 小妖一路扶持了她,把她看作最重要的人,为了助她登上权力之巅,数次以命相护。 最后,她杀了图山景,让小妖生不如死。 图山景为小妖做过什么吗? 小妖救了她的命,救赎了她的心。 可是,她为梁伯的亲情牵绊,一次次失信于小妖,让小妖伤心痛苦。 只有香柳。 她为了小妖,一次次放过了枪炫,为了小妖,救了图山景。 她教小妖练剑,在图山景跟防风异影纠缠不清的时候,以防风被的身份陪在小妖身边,讨小妖开心。 小妖几乎每次遇到危险,最后救她的,都是香柳。 到底是谁让小妖一生无忧? 不是枪炫,不是图山景,是向柳用命,用血,用最赤诚的心,让小妖有力自保,有人可依,有处可去。 小妖对香柳而言,到底算什么? 小妖痛哭的那一夜,流着泪,看着天,一次次质问香柳。 香柳,为什么? 为什么?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? 为什么连最后的记忆都不肯留下? 难道百年相识,对你而言,都只是交易算计吗? 香柳死了,连尸骨都没有留下,没有人回答她。 香柳到底把小妖当作什么呢? 她心甘情愿,为种下了情人骨,在大海深处,她和小妖一次次度气亲吻。 她任由小妖拉着手,看月亮。 当小妖成了王姬,她化身了防风被,只为了陪伴小妖,教小妖练剑,逗小妖开心。 她像娇人一样,铸造了爱巢,把小妖放在里面,三十七年相拥而眠,血肉交融。 她救了屠山景,让屠山景有机会回到小妖身边,陪伴小妖一生。 香柳把小妖当什么呢? 当成了妻子,爱人,当成了自己的求而不得,当成了自己不配得到的珍宝。 当成了自己愿意为之死了又一次的挚爱。 当成了自己这一生最温暖也最甜蜜幸福的一个所在。 因为有小妖,她体会了牵手、亲吻、拥抱、嫉妒、爱和隐忍,还有那铺天盖地的自卑和无怨无悔的付出。 小妖微笑着,温柔地看着她,心中有着说不清到不明的滋味。 很多很多年前,香柳是不是也是这样子? 看似狡诈凶狠,却又质朴简单,如果那个时候,她能遇见香柳,是不是香柳也可以找到一个心爱的女子? 她会带着她一起去花妖的店铺里买香鹿,一起去找藏在生象里的食铺子。 小妖下意识地去看香柳,向柳侧身而立,望着海天深处,唇盼含着一丝温和的笑意。 因为唇角这个浅浅的弧度,她完美的侧脸,不再冰冷无情,有了一点烟火气。 我想以这段话结尾,如果香柳最初遇到的不是舍命在沙场的红浆,而是只求有人保护,有人相伴的小妖。 那么,她和小妖会不会有一个最美好的结局,她能保护小妖,能陪伴小妖,能带小妖去一个最美丽的海岛,快乐地像两条小鱼,在大海里尽情遨游,看尽海底繁华。 好了,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订阅点赞转发,感谢大家的支持。